空军间在屏东空军基地操演 E2K空中预警机 S2T巡逻机 以及P3C反潜机 通通现身 要展现我国空军优异的反潜性能 而平时载运军备物资与人员的C13栋 也可以装载人造与设备 在该案的时间升空 送来一场即时雨 E2K空中预警机 S2T巡逻机 以及P3C反潜机 接连起飞 展示空军的反潜战力 空军第439混合连队的主要机种 以距离地面30公尺低空 一一冲场 贴近地面考验驾驶员的技术 灰白色海洋迷彩涂装的P3C反潜机 不但有强大的雷达侦搜功能 还可以装挂鱼雷 攻击敌方潜舰 挑起我国反潜的重责大任 一场赛运人员装备的C13栋 一共5架 在跑道上滑行好壮观 肌腹内可以装载医疗设备 从空中后送伤患 曾经在海燕台风重创 菲律宾时执行18架次人道救援 在执行的过程中 我们将所有本岛的物资运输到 菲律宾的输入机场 航程中因为是跨道国际飞行 我们在外交方面 菲律宾非常支持本次的任务 对邻国伸出援手 也一间挑起造雨 后送伤患等有关民生的任务 春节期间空军也是持续维持战备 要从空中保卫台海 玉田TV赖尾发言至刚屏东报导